直播主充人气 有人靠内容取胜 有人则是和观众互动 不过有三名男子从事直播主后台经营 为了要增加直播主的能见度 在今年5月至7月间 以网品集团请客 全联送礼券 还有中邮送加油金等不实广告促销 来吸引网友点击 目的就是要让直播主加网友为LINE的好友 知名业者发现之后提告 台中地检署也依妨害信用罪 起诉这三名嫌犯 加油不用钱还送你一年的加油金 这么好康的讯息在通讯软体上传开 但小心这其实是诈骗 因为一旦点进去 就会变成直播主的加入好友网页 知名公司他们的员工 他们非常激情在网路上发现 那就报警处理而查获了 台中检方调查发现 专性男子无性男子和方性男子 从事直播主后台经营的工作 为了增加直播主的能见度 利用美国网站架设假网页 以网品集团请客全联送礼券 中油送加油金等等不时广告促销 还用不易辨识来源的短网址 在通讯软体上散布不时讯息 吸引民众点击 点开后会出现一个QR code 扫描后再点开 却变成加直播主好友的页面 嫌犯更成过程中搜集民众的个资 商家跟厂商啊 他等于没有提供优惠 那造成商家和民众之间的一个误会 他会影响这些商家的商与 所以就构成了刑法的313条 就是散布流言 伤害他人的信用 检方认定这是假冒他人公司制作散布不时广告的行为 触犯妨害信用罪 将三名嫌犯起诉 罪重可除两年以下有期徒刑 而现在直播主越来越多 为了充流量 有人是靠着内容取胜 有人则是和观众互动拨钢筋 充人气的方式摆摆肿 不过这回三名男子却散布不时的商家 优惠讯息充流量 这样的做法不但危害民众个资 自己也吃上官司 节目中部综合报道